他回到三天工 你可否想像三年前 都不滿意 他現在是不用上班的 他在幫美國公司做事 未來新一年你覺得 整體英國的樓價是會平穩 還是會繼續下跌呢? 我覺得倫敦還有機會下跌 因為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不單止是英國 也不單止是香港 其實美國也是的 就是那個商業樓宇 商業樓宇的跌價 是比所有人的預期快 我舉個例子 如果WeWork WeWork出現的時候 其實已經對商業樓宇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不要說了 我不先說購物樓宇 只是商業樓宇 WeWork已經是說 你不需要整個辦公室 大家夾勤去找辦公室 已經縮小了很多空間 但WeWork已經是PK了 可想而知 那些商業樓宇的壓力更加大 因為WeWork從家 原本是 譬如說 應該在七、八年時間 去瞭解這件事 或者是科技更加進步 令到WeWork從家 更加可能性 高一點的時候 一個COVID 逼迫我們的社會 完全可以接受 你想想三年前 你可不可以想像 那些打工仔 翻三天工 她都不滿意 這就在我女兒身上發生了 她翻三天工 你可不可以想像三年前 都不滿意 她現在是不用上班的 她在幫美國公司做事 不用上班的 這樣的程度下 那個商業樓宇的壓力很大 而商業樓宇的貸款 差不多可能時間都來了 譬如說 你以為借了五年 如果COVID也三年了 那還款期要到了 那這個還款期 如果不行的話 都會有某個程度上爆裂 所以美國已經是挺危險的 這件事在倫敦更加是 因為倫敦是一個商業中心 那很多的商業樓宇的貸款 就蓋了之後 那現在開始了 那個空置就相對高了 那你面對這個問題 要還款的時候 利息還是這麼高 它可能再兩三年的話 有些人 你知道做生意的人 是借大了的 那反而我覺得 那個問題 就比住宅多了 就這麼高了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有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 你又會想說 有些東西 想說 有些東西 那你會想說 有一些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